西伯来书第二章 为此,我们必须更应注重所听的道理,免得为潮流所冲去。 如果借着天使所传世的话发生了效力,凡违犯抗命的都得了公平的报复。 那么,我们这些忽视这样伟大救恩的人,怎能逃脱惩罚呢? 这救恩原是主亲自开始宣讲的,是那些听讲的人给我们证实的, 又是天主以神迹、骑士和各种异能,以及照他的旨意所分配的圣神的奇恩,所一同证实的。 的确,天主没有把我们所讨论的未来的世界隶属于天使之下, 但有一个人在圣经某处曾证明说 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一句。 是说天主没有留下一样,不隶属于他权下的。 但是现今,我们还没有看见一切全隶属于他权下。 我们却看见了那位稍微逊于天使的耶稣, 因所受的死亡之苦,接受了尊崇和光荣的冠冕。 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使他为每个人尝到死位。 其实,那为万物的忠相和万物根源的天主, 即领导众子进入光荣,借苦难来成全拯救众子的首领, 也是适当的,因为祝圣者与被祝圣者都是出于一缘。 为这个缘故,耶稣称他们为弟兄, 并不以为耻,说,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扬你的圣名, 在集会中,我要赞扬你。 又说 我要依靠天主。 又说 看,我和天主所赏给我的孩子。 那么,孩子既然都有同样的血肉, 他照样也取了一样的血肉, 未能借着死亡,毁灭那握有死亡的权势者,魔鬼, 并解救那些因死亡的恐怖, 一生当奴隶的人。 其实都知道, 他没有援助天使, 而援助了亚巴郎的后裔。 因此,他应当在各方面相似弟兄们, 好能在关于天主的事上, 成为一个仁慈和忠信的大司祭, 以补赎人民的罪恶。 他既然亲自经过试探, 受了苦, 也必能扶住受试探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